近几年,多数国家的侨胞在中国驻外使领馆更新护照时, 老护照就被使馆搜索账时保管,使侨胞在没有领导新护照时就失去了这一有效的国际旅行证件, 给他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,在西班牙也不例外,通过向使领馆工作人员的了解。 搜索老护照的原因是因为防止侨胞持有一本或许已经被注销的护照,在出入海关时遇到麻烦。 因为在护照制作期间,无法掌握国内的护照系统对老护照的注销时间。 那么,如果对老护照的注销交由驻外使领馆控制, 完全可以做到侨胞继续持有老护照,并在领取新护照的那一刻注销老护照。 希望中国外交部体谅海外侨胞的实习困难,调整对老护照的注销政策。 护照更换期间,老护照被剪掉和注销,我们无法扫行。 老护照由使馆收取保管。 在新护照领取之前,乔民身份护照脱节,如日记事无法处理。 中上述情况,提前外交部门修改更换护照有关条例。 在调换护照期间,老护照由乔民自己保管,应对急用。 护照更换期间,老护照被注销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。 护照更换期间,老护照不应该被剪到和取消。 护照更新,老护照被使馆拿去保管,给我们乔民带来很多不方便。 护照更新,老护照更新,老护照。